全油管最快新闻,乌克兰东正教教徒计划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,而不是传统的1月7日,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。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,此举象征着乌克兰人团结一致。 乌克兰为了加快去俄化,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包括拆除与俄罗斯有关的建筑物和纪念碑,并更换成是街道的命名。 一些俄媒对此表示批评,认为乌克兰政府为了西方支持而牺牲了民众的信仰和利益。 乌东正教会分支表示不遵循该法案,称乌克兰人将继续庆祝圣诞节。 此举引发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的担忧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